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刚才说的 我觉得我边缘人是特别像 我是属于那种做音乐的不混音乐圈 做电影也不混电影圈 我哪个圈都不去 而且我觉得边缘人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这个 我从小离开家也是小地方 我是山西 大同 大同 对 离开家以后就变成 实际上我现在在哪都是外地人 我从不会把自己觉得我是哪的人 我已经没那概念 我觉得就是外地人 回家现在也成外地人 那你回到北京以后呢 你也觉得说好吧 好像你还是外地人 去旅行也还是外地人 我觉得挺好的 那个边缘人的感觉还比较像 这要影响你创作吗 我觉得影响 事实上我现在是 我常说自己是百分之五十先生 百分之五十 对 这怎么跟我 我现在常说我是一半一半先生 那咱俩有意思 对对对 也好 比如说一半香港 一半北京 一半这个 一半那个 生活里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半一半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觉得说没那么坚持了 觉得都可理解 而且我觉得越大越学会放弃 而且放弃自己的时候 是以非常快的速度 小时候还会想想 现在是就是眼都不眨 直接放弃了 你看碰到 比如你有一个想法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 当你要跟人沟通的时候 你瞬间就放弃了 说好吧 那算了 对啊 他这番话 比较容易 咱们有张主持人卡片 你可以验证 他们让我写一句话 我那句话就写什么呢 永不放弃 一个问号 不 永远放弃 就轻松了 所以他还有句名言 人家有记者问他 他特别爱旅行 人家到旅行 记者说哪次旅行 印象最深刻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人生不就是一场旅行吗 不过咱们先聊聊 你们音乐圈里的这个事 这个美国天后过去了 这是 我看你们也有很多 什么像高晓松呢 还有一些看法 他觉得呢 像是这个迈克尔杰克逊 像是这个慧德尼休斯顿 这个一个一个的过去啊 他认为 是不是你们对八十年代 有一种什么情节 他说这就是流行音乐 八十年代过去了 我说这该怎么理解呢 对我来说 比如像迈克尔 像现在的慧德尼休斯顿 这些人最强大的地方就是他 他你从来不会见过这个人 你甚至跟他都没有一个 共同的语言可以沟通 但是他依然可以 那么遥远的感动你那么深 我觉得这个是 是非常强大的力量 我愿意把他们的声音 当一个乐器来看 这个咱们不懂 我就听他们乐评人讲啊 就说好像慧德尼休斯顿 比如说他说这一个歌里 有一半 他都是在高云区那转悠 这个该怎么理解 就是他在唱法上的革命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在于 他收放很自如 他在一首歌曲里 表现的那种跨度 这类似于像一个演奏家 对于情感的控制 其实我觉得好的歌手是这样的 歌词 比如说歌词 有的咱们流行歌都是拼歌词的 比如某一个歌词一句打动你 你就觉得哎呀好感动 其实没那经验 经经验的人就会不感动 但是唱歌是 有一种人是可以把 再烂的歌词都唱到你哭的 这个是他演唱的能力 没错 就说其实的确像 包括Michael有很多歌的歌词 也其实比较普通 对啊 没有那么 怎么说呢 就比我认为比较普遍 他不会像那个Bob Dylan那样 有一些责任 其实他没有 其实大部分那个年代的R&B歌手都这样 你会让歌词都不怎么样 其实他来讲 对对对对 但是他的演唱真的非常棒 我觉得像Maria Carey也很明显 他是把那个高的地方唱成真神 把低的地方唱成假神 像这个是高的唱的实 低音的反而唱成假神 唱成虚的 所以他会听起来 让你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我到现在听那个歌 还是会感动 尽管这不是我喜欢的音乐 我觉得有些东西 不一定是你 一定是 我也甚至我可以忽略 这个人其他的东西 就譬如说感动你 比如会尼修子 大家说他可能吸毒或者什么 好吧 我觉得我对他的欣赏是没有这些的 没有道德观念在里头 仅仅是因为他的声音 这个是很美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那天咱们还聊什么 什么韩方大战的时候 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 我就说就是崇拜什么 有的人也许这一辈子 活得狼狈不堪 是吧 人格破产 甚至是彻底崩溃 但是他的作品 他留下了这个这个才华 甚至是不属于甚至上帝给他的 但是你重蹈这个 你不会失望的 没错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 就在音乐这个圈子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乐迷 在一个人死了之后 到最后是很宽容的 你比如说像Winnie Houston 大家知道后来是走下坡 过去两年出来巡回 到处被人是挨骂的 我觉得那时候他那个状态 其实很惨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不在那个状态 而且他那个唱法 是会受年纪限制的 过了一定年纪 他不能再那样唱的 其实 所以他是走下坡 那是必然的 那么那时候一提起他 他说他不行了 怎么样 但是等到他死了 所有人记住的 都是他黄金的年代 没错 只会记住他最好的时候 都会忘记他所有的过犯 他所有的低潮 这都不存在了 就我们只记住 你留给我们最美好的东西 所以只有事牛掰 没有人牛掰 就是这个才华属于人 也许就一段 所以像今天他们说这个反倒板的 不是 有的那个网友就说 你们这帮做音乐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吧 没我们买倒板 你们能有名吗 你们能接商演吗 等等 其实我真觉得 有的创作歌手 你会发现 他一辈子 好像所有的能量聚集起来 就那么两三首歌 没错 就像上帝赏你的一样 没错 然后一辈子平平无奇 太难了 你知道就像赌博一样 我今天去赌 我赢20块 特别开心 我中了 但是如果 我要是输了 我说好吧 今天我运气不好 输20块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职业赌徒 一切都变 没错 你不再是去玩票 其实很多时候 对创作来说 很多人的成功 都是在最初 就是在他赌博心态的时候 他能获得那个幸运 就是我可以 很快拿到一个东西 是运气好 没错 真的上天 但是你接下去 就不一定了 因为你已经变成职业的 那就需要你付出更多东西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付出 但对于我来说 您刚才说盗版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我们说版权的问题 有人会给我 比如说有电视上 我看一个采访 一个老太太 就说我的歌 被用在了商场里面 那记者就去 我们告那个商场 结果记者就去采访 商场里的人 问到一个老太太说 他们作曲要跟我们商场 要钱 您觉得这合理吗 那老太太说 他们太漂亮了 为什么要跟我们 商场为了我们购物 怎么样怎么样 好吧 其实从我的角度 我可以理解 还有一些人会给我留言 说 你觉得你们的音乐 配要钱吗 就是你现在做的这样 你觉得你还好意思要钱吗 这怎么说呢 那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再没钱的话 就连这个都没了 音乐不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事实上 所有的职业 都还是一个 就大家首先得要 都得活着 像现在国内音乐 这么多年 基本上没什么发展 说心里话 国内流行音乐也好 其他音乐发展 都非常非常缓慢 甚至你看 国外都 比如说你看看 都有很多离世的 那么伟大的艺人 可是他们不离世的话 你甚至已经忽略 还有这个人存在 是因为新人太多 像Michael 你提都不提他 只有死了才会提到他 可是你想 在中国可能 同时带火的人 现在还在火着呢 对 都活着呢 而且都挺好的 这说明就我们 带线几乎没有带线 就现在没发展 其实是没人了 没人了 没人了 真的是 然后创作业 挣扎在死亡线上 对 我们现在接下来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中国和以色列建交 二十年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终于关系将怎样发展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局势 以色列又将如何面对 专访以色列驻华大使 安太义 瑞奇风云对话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这个亚东老师是如此的好玩 他多才多艺 他是做音乐嘛 是 现在还拍微电影 对 而且还画画 我发现 对 今天带来几张他的图 咱们可以看看 这是你画的 对对对 哎呦 真不像啊 只是这个 什么意思叫真不像 就看不出他是音乐人啊 能画到这个程度 相当这个不好说了 这个牛 我觉得画的至少非常有个性 你再看下边 这在科隆画的那个教堂 我就说 这就像我看那个克劳德莫奈 画的有几个教堂的 那个印象派的那个效果呀 你再看下边 这是一个死去的大象 就是象牙美了 只剩下 他的那个腐烂的那个身体 是你写生的还是自己 不是不是 就是随性 看图画 看图画 再看下边 这个是我自己刚拍画剧 我自己画一海报 在北京 对对对 这是我拍的照片 这是在哪 在九金山 你为什么会拍这样一个画面 我觉得就是 你刚才不是说边界人吗 边界人 边界人 我觉得外地跟海 对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这看起来 好像都是异乡人 大家都是异乡人的感觉 是是是 海与路的边缘 人在边缘 对 人在看下面 孩子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小孩 这个眼睛 对 我觉得小孩的总是能带给我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 总是能学到一些东西 对 不像那成年人 是能收获恶心 看看下面 这是德国 德国的一个夫妻 这个看起来就特别德国 他们的穿衣风格 做的方法 做的方法 完了 那个就是他们像一个人一样 很美好 我感觉很美好 没错 我在欧洲也经常看到这种情景 西洋下来 然后老头老太太 穿的都感觉是一顺的 没有那种感觉 好像按说咱们的社会里也有 可是为什么现在我在中国的街上看到的都是匆匆忙忙呢 是吧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比如是刚才那个夫妻你不能去了解 因为我跟他只是隔着一个镜头 你了解你也会发现他们生活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为什么喜欢旅行呢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在距离之外 在不了解当中 旅行是什么意思 旅行就是我们闯入了人家的这个生活里面 完全没有他们的那些生活压力 我们把我们的东西留在故土 我们以异乡人的身份来 但是我们又没进入你们 比如说我们就像等于看一场电影一样 隔着个玻璃 那是无痛的 你完全没有那些问题 那些问题碰不到你 而且他就有一种抽离你的现实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难 你哪个现实都不是 你不是你原来在中国的现实 你也不是你在德国美国的现实 你在两个现实中间 所以我特别羡慕你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 你像这主持人一年就出去一两个礼拜 但比如说去巴黎去伦敦 我的感觉真的就是乐不思蜀 你也可以去尝一点 你就像他说的 完全就剩下一双眼睛 看能你觉得有眼睛能看就是幸福 不是你可以为什么不去长一些时间呢 生计到良谋 主要我觉得是凤凰亏待你 他应该给你多点价 没错 我跟你说 就像我们的音乐制作人一样 他们不能够凭他们的创作 拿到足够的这个收入 所以他还为生计 而他怎么去想放飞心情呢 你说是不是 你要说这个我还想起前一阵他还放炮 你像他这么温和的人 在有一次采访里还给传出去 咱们这就是一什么的是什么文明国家 这是一野蛮地区 没有人觉得要为音乐付钱 全是在偷对吧 但是这个一传出去啊 同行都挺你 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些人就是说 那你能改变中国贫富差距这么大吗 说中国那么多的穷人 买一张正版CD 你比如在香港我买一百多块钱 他说你觉得我们普通人 那就没有享受音乐的这个权利吗 这事你怎么聊呢 是我觉得是这样 在中国你总是会跟这些问题挂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现实 就你谈什么都绕不开这些 所以我还是说刚才的 就是我说他们打动我的是他的创造 而不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或者是他的道德品质 这跟我没关系 我实际上做音乐来说 这些问题我当然理解 我也是小地方来的 我家也是穷人 我当然知道很多人 他们压力太大 问题是压力不大的人也不买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对 其实实际上对我来说是有很多方法的 就是说那譬如说至少你应该选择 比如我写的歌对吗 我说他是免费的 他就可以免费下 我说他这个是卖钱的 你可以买钱 现在你不能为今作者同意 你直接全部都变成 譬如说像YouTube Hat 他们出CD有过一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整张在网上 他歌在网上 你愿意给多少钱 你来投价 你来投价 你给一块也可以 那我还花不少钱去买了 对 还有人我给五万 就买十首歌 我愿意 对 那但是事实上在中国是现在变成说 就是这个也是他们说过 譬如说就是小偷手已经在你兜里了 再商量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还偷着 就是你明白你先得有一个 先得有一个我觉得一个一个一个规矩 有一个制度 这样我当然也不愿意说 其实对我来说 说心里话 我说这些没意义 因为我不缺钱的话 我虽然不是富人 但是我已经拼命了三十年了 我认为我不是多有钱 但是我可能不会为生活担忧 我觉得我不可能要到版权 其实我所争取的是为以后的人 再者说了 即便我为我自己争取权利 这也是合适的 你问我意思吗 我争取我应该得的 凭什么 而且这边还有很大的问题 就你刚才讲的 今天中国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呢 就常常说我们很多人很穷啊 买不起唱片啊什么 那这个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就在 我发现有很多人 他是买得起LV 对 买得起Rowless 但他也不买唱片 他下载因为他也不给钱 那为什么呢 难道你也是说因为我很穷 我买不起吗 比如说我买盗版书 或者免费下书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出现一个情况 其实对于人类用智慧创造的东西 是特别贬视的 就从文字到音乐各种的艺术品 我们都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不花钱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很廉价的 这个东西不应该花那么多钱的 很奇怪这个想法 而且更奇妙的是 你说是不是免费了之后 那么大家就因此变得很享受音乐呢 也不 很坦白讲 我觉得今天听音乐 跟我小时候有个很大的分别在哪里 小时候我买一张唱片 小时候非常小时候 存钱买一张唱片 买回来之后 反复听反复听反复听 听到美丽 你都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是什么态度 现在是随便下 下的电脑里面都是 你都听都不想听 真的 你有珍惜音乐吗 你没有 真的 所以梁老师您刚才说 我第一 我有一次坐火车 七个小时火车 从大同来北京 只为到外文书店买一卡带 对 我在英国有过 坐地铁 天天去问某一张CD出了没有 去了说没出 我又翻回去 第二天继续坐地铁去 出了没 连续去四天 你知道我回来的 就是买到的那一天 坐地铁回来的时候 在地铁里我真的就已经感动到 我已经在听了 事实上对我觉得是 就是就像您说的 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就其实大多数人 MP3D装了成千上万的歌 可能有多数不是喜欢 对对对啊 这就反而不如选择一个你听的 没错 这就像是追求一个你爱的女人 追求的和这个嫖娼的区别 对对对 而问题嫖娼都不给钱 真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爱挑超过的 是 传场牵引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狼 文道哥最近我们得奖了 这是德国还是芬兰的一个国家 有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做了一个评奖活动 就选世界在2011年度 十大三寨产品 就十大三寨产品 全是什么假iPhone 那个假的那个没有散叶的风扇 那个都很有名吧 然后这十大奖项里面中国拿了五项 就是在全世界是举世第一 那么然后这个机构班这个奖子就说明了 就是说你看原来那些设计出来的东西 人家都是花了很大的心力 比如说就讲刚才那个风扇 那是英国很有名的工程师 现在很火 他设计那个什么真空吸尘器 然后没有散叶的风扇 那个东西 他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他去想 他念书的时候在想这个 出来工作 就穷一身精力 很努力的做 做成了这个东西 然后他很好卖 但我觉得他很值得 因为那是对你的奖励 一个人用十几年时间琢磨风扇该怎么做 然后我们的工厂 这个三寨厂 现在用200块人民币不到一把的价钱 就把它给三寨了 然后卖到处都是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我不是一个太坚硬的说要保护智慧采权的人 但是我仍然觉得这里面牵涉一个问题 你有多尊重 人家那个创意 就是啊 所以闻到这个修行吧 这个佛家说什么杀到淫妄啊 其中说道啊 这是道 这个戒啊 是我才发现佛教是很严格的 对我道版都不能买 就是说不予取啊 就是没答应给你 你取了 这都算偷了 所以我们现在首戒 比如说我现在首戒是 真的是道版碟我都不能碰的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很严重 就是一方面好像我们觉得这个精神产品呢 这个品质啊 平均品质好像越来越烂 但这个趋势 有人说呢 是因为不尊重知识产权 不付钱 导致创作的人 那只能越来投投注的越少 还有一种人呢 说这可能是网络化出现之后啊 是不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你觉得 我觉得有必然趋势 但是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首先我认为 跟每一个听音乐的人要钱 这是合理的 每一个人都不会认为 你去饭馆吃饭 可以不付钱 对吗 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呢 就是梁老师说的 他不尊重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无形的 他觉得这个不应该给钱 他不是一个物件 不是一个物体 这个太可怕了 那其次呢 比如说像百度 行了很多网络 他们都成为最富有的 的公司 他们都发了 他们不付这个钱 你可以付这个钱给作者 让大家听到免费的 也可以 因为你本来是有收入嘛 对吗 是 但事实上他们 他们是最对 所以啊 巧取豪夺者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张楼贯 文明启示录 所以我觉得像你这种 自我